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间法 初世间法的圆满都离不开大北戏 这次疫情到今天已经是20多万死亡了 这个全球 再过七天 这个在10号这一天可能都会超过30万人 这30万人很多都是欧洲美洲这些国家的 那么还有亚洲其他的一些国家 那么这些人很可怜 他们死的时候据医生描述就像溺水死亡 就是在水里淹死一样 因为他们的肺不能呼吸 死的时候很恐惧 大喊大脚 所以是很痛苦 那这30多万的英灵没有人去管他们 只有他们的亲人在痛苦中 那么我们修行的人 我们心里要有同理心 要有大悲心 就是要帮助他们 那么特别这个火工焚烧这些精致银纸 那么有一些他这个被超渡的过程中 这30多万人 那么他们有的被超渡的过程中 可能能够转世轮回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在这个幽冥世界 还要待很长的时间 不是我们一次超渡就能够渡足的 而他们在那个世界也需要有这个 受用物 所以是这个火工 以前我跟大家讲的叫番祭 番祭就是要把东西 有形的东西烧了 给无形世界的众生用 那么我看了一下 在火工坛城这个地方 大家没有真正重视 以前我们反复讲 这个洗增怀珠四法 这个使用火工番祭的这个方法 这个是十分殊胜的 并且利益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带着30多万死难众生 向你们祈祷 向你们讨来化缘 我们的目标 给这些众生烧三万新币的这个火工物 这个所以是呢 大家呢 急急动起来 然后呢 就是你不知道要烧什么 那你就委托我们大众 这个这些圣众来做就好了 那就是大家捐点钱 那当然这份30万众生 一人给你们讨一万一块钱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现在大家经济都不景气 当然我想我一个人给你们讨一毛钱 一毛新币 那么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众生 平均到名下一毛钱 我们在用这个化心功德 这个功德力 把它这个化成千千万 那这个目标我想不难达成 所以说我这个向你们讨三万块钱 这个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那么我跟我太太也商量了 我们这个带头捐三千来做活供 这个我也带个头 那我的心也很疼 这个30万人 不是说里面没我们的亲人 我们心就不疼 那就不叫大费心 真正的慈悲心大费心呢 就是这30万人 如果是死在我们面前 那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所以说是看着这么多死难的同胞 死难的人类 我们心不动 这怎么能够成到 这怎么能够成佛 所以今天呢 我托博向你们来讨钱 所以大家呢 如果是有心呢 就联系这个苏老师 美珠 还有台湾的这个苏玉芳 那么海外的其他的地方呢 可以联系云灵 那么香港呢 可以联系奉旋 那么做一点这个 利益自己 利益终生的事情 那么把这些功德 回想给自己的冤金债主 回想给自己的列祖列宗 回想给自己的父母孩子 亲人 你也可以回想给自己的事业兴旺 因为这次特殊的疫情 我们的火供不能安排在新加坡 是马来西亚可能已经可以这个工作了 但是我们之前是安排在这个台湾 台湾呢 就是如果马来西亚可以工作了 我们这个火供是分两个地方进行 就是马来西亚和台湾同时举行大火供 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在新加坡烧的 这是这个利乐人天 利乐这个六道众生 利乐这个死难众生 它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 所以是这个呢 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发心 另外呢 因为今年的这个火供 不能以新加坡为主 所以是我们大家要赶紧动起来 很多人是喜欢火供的头一天 头一两天才去动 这个发挥的头一两天才去动 这是因为台湾 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数量不多 所以是希望大家提前 你要立红框牌 提前立 这两天赶紧动起来 不要把工作量留到最后 给我们这个两地的工作人员 所以是大家呢 新加坡的还可以在新加坡报名 国际上的可以找云林报名 那么就是抓紧时间 这一两天马上动起来 因为这是七天是个数字 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天呢 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个活供了 不要等到这个大家 到那个时候都集中的在报红框牌 那个时候就有点忙不过来了 所以说大家呢 无论是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 我们的这个壁谷活动 还是就是误打误撞到这个机构来的 特别是去壁谷的同修 你们省的这个壁谷 省了很多的这个食物费 那么你从省的钱里面 拿出一部分 来给自己消消业障 来利益一下这些死难众生 那对自己这个身心灵 三个方面的提升 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不是光通过树类 就可以完成整个生命的改变的 我们一定要上升到 道这个层次来 法这个层次来 所以一定要重视 要有大悲心 要有出离心 要有菩提心 这样呢 才能真正利益自己 利益自己的灵这个层次的 进行这个灵魂的升华 灵魂的解脱 那么我们不但要自己解脱 我们还要帮助 如母众生去解脱 这是我们每一个修菩萨道 所应该做的事情 而今天呢 这个师父呢 老师啊 拉一下老脸 给你们乞讨 来化缘 所以是希望大家 积极地响应 利用这个魏塞节特殊的 大家知道魏塞节 主要是做玉佛的 我们到时看网上 能不能给大家 同步地做一个玉佛 那么这个玉佛 就是把自己的 这个自信佛 通过这个伐水的浇灌 使自己心间的那个紫金莲 能够开放 然后呢 使自己的自信佛 能早一出来 早些天出来 然后做我们的真正的主人 所以是这个 那么我们也希望 这些死难的众生能够 虽然肉体已经解脱了 他们的灵 也不要在怨恨中 在恐惧中 在痛苦中 受折磨 也能觉醒自己 原本是佛 不要再进去六道轮回 发愿往生 祝佛净土 祝圣者净土 所以是今天呢 这个利用这点时间 我给大家录个音 发给你们 希望大家动起来 尤其心要动起来 你想着面前 有三十万 死亡的众生 还压压的一大片 眼巴巴的 在看着我们这些 已经觉醒的人 那你的心就会动起来 你的心就会悲起来 那如果心不动 要好好忏悔 自己还是铁石心肠 还是鱼墨嘎的 就不会动 所以是要做圣观 观这死难的三十多万人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新加坡呢 总共才六百多万人 如果死三十万人 都在新加坡 你看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这个就是悲天 动地的这种痛苦 我们这个要有同力先 好了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希望大家心动起来 行动起来 那么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